當然有可能是自導自演 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 俄羅斯境內的反普丁勢力所為 現在美國的軍事情報 做出最新的證據 就是自導自演 我們先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個無人機要過來的時候 你看竟然看到兩個人在這邊爬 這邊爬 我問你 如果今天是個暗殺的話 請問怎麼會有人知道要先往上爬 你應該就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這個畫面出來之後發現說 這太奇怪 這是靈眼對不對 就說要趕快假裝有守備位置 為什麼會發生是 自導自演 因為普丁根本不住克林姆林宮 普丁也不去克林姆林宮 普丁早就不進克林姆林宮了 這種危險的地方 普丁早就不去了 目標太大 不是目標太大 這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要暗殺普丁 你怎麼會拿幾個無人機 去炸克林姆林宮 你不可能 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有剛有可能 普丁在一個月黑風 剛有夜晚 剛好在克林姆林宮的最上層 然後看著月亮想心事 然後剛被這無人機炸到 不可能嘛 所以你的證據就是這兩個散步的人 半夜爬屋頂的人 這太奇怪 第二個件事情就是說 普丁現在基調情報來言 根本沒有在克林姆林宮居住 也不在這邊開會 因為這目標真的太大 我今天如果要暗殺你 我不是拿無人機 我請美國丟幾顆小當量的核彈 克林姆林宮就毀了嘛 那普丁根本不會在克林姆林宮 就像普丁在克林姆林宮 你也不是拿無人機來去做轟炸 那好 大家就要問 那請問為什麼俄羅斯要製導自演 對不對 因為徵兵徵不到 他要塑造自己國內 反戰的氛圍 他要塑造大家同仇敵愷的氛圍 而且這很奇怪 你自殺攻擊怎麼剛好監視器拍到 我問一個很簡單 你看這監視器像不像就是對準這個上面 而且再來置中 再來置中 那製導自演第一拍就算 製導自演現在還有啪吐 尤其是製導自演完了之後對不對 那開始就要說那我們防備有升級 所以就發現克林姆林宮 外面有非常多的人拿了這個無人機 反無人機的槍 他要把無人機打下來打下來 然後就說什麼 我們便防軍有很多人集中 集落非常多無人機等等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坦白兩 第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終於破案了 這個莫斯科旁邊的無人機 就是俄羅斯要製導自演 就是為了要徵兵 就是為了要凝聚作戰意志 好 那我們撇開這種插曲不談 大家來看整個最前線 包含巴赫姆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剛剛講5月9號是俄羅斯的勝利日 5月9號俄羅斯的勝利日 普丁講得很清楚 5月8號之前 你要攻佔巴赫姆特 對不對 5月9號這樣我才有得慶祝 可是既然瓦格納優命場直接嗆普丁 我5月10號要撤退 普丁說5月8號要攻佔巴赫姆特 瓦格納優命場說 我5月10號要撤出巴赫姆特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整個俄羅斯的前線 巴赫姆特這邊 瓦格納優命場是跟普丁鬧翻臉的 為什麼鬧翻臉 要武器沒武器 要糧食沒糧食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一直講春季大反攻 春季大反攻 我們就說要開始春季大反攻了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看到很多視頻 現在俄羅斯 在烏克蘭現在已經開始漲潮了 有沒有看到 他原本都是爛泥巴的 可是現在看到非常多視頻 我仔細去看 他那泥巴地已經變硬 然後潮已經漲出來了 表示已經到坦克可以走的時候 那當烏克蘭要大舉進攻的時候 俄羅斯做什麼事 俄羅斯他現在開始挖了一個豪溝 這個豪溝大概70幾公里 藏在紮波羅勒 他就擔心在烏東各地都挖豪溝 挖豪溝就是擔心說 烏克蘭越拿到先進坦克 過來的時候 我要用豪溝來擋住你 那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什麼是豪溝 豪溝在二戰跟一戰都在發明 當然我們想像中豪溝就是挖個爛泥巴 像這個水溝一樣 他在裡面撅得很不舒服對不對 沒有 到二戰豪溝裡面是有醫院 豪溝裡面有電車 豪溝裡面有這個廚房 豪溝裡面有家電 豪溝裡面甚至有門鈴 還有自己有床 對每個人有自己的床 所以豪溝其實就是一個地下公式 現在這個巴赫姆特 扎波羅的挖這個豪溝 坦白講我認為是一定繞得過去 七八十公里 你現在的戰車絕對繞得過去 所以現在的美國情報首長海恩 是跟他參加聽證會的時候 跟美國國議員報告 現在普丁其實要的不多 只有兩件事 一個現在固有的防線守住就好 另外一件事 澤倫斯基不要加入北約 就是烏克蘭不要進北約 就是這兩件事已經 俄羅斯已經透露給美國 作為他們談判的底線 所以你有聞到和平的曙光了嗎 有 因為習近平打電話給澤倫斯基 打完給澤倫斯基 澤倫斯基說這個談話非常有意義 因為澤倫斯基是不跟人家囉嗦的 澤倫斯基你跟德國要武器 德國不給就把德國臭罵一頓 法國不給就把法國臭罵一頓 還不准你來 對啊 不准你來 澤倫斯基現在是全台灣 除了蔡英文以外最大 全世界除了蔡英文以外最大政治明星 現在要選舉的必去兩個地方 台灣跟吉府 所以說澤倫斯基敢給習近平 好話 就表示習近平 一定有對於 曾經做了一些承諾 而且他們通完電話後 隔天的聯合國的投票 中國是不是針對俄羅斯侵略 烏克蘭議案 中國投下的投意票 所以有善意 這是有和平曙光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 有可能和平曙光結束之後 股票就可以大漲了 好 如果說這個和平到來的話 相信整個世界都會因此鬆一口氣 但是過去普丁就很會做假期行動 蠻會自導自演的 這一回在這個屋頂上面再來一招 讓大家想到說 這個克林姆林宮不是防衛很堅實的嗎 怎麼可能無人機說來就來 這個裡面到底有哪些特殊值得一橋之處 你從畫面上面看到 你如果就近距離看他的建築 非常非常雄偉 可是他光他自己本身的那個城牆 兩公里多 圍著那個跑 所以你看圍兩公里 你就可以想像他那個範圍有多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的那個城牆 大概有六公尺的厚度 六公尺的厚度概念是什麼 你知道 你就算用一般的那個炮彈下去打 也打不穿 就他的本身的防禦是 那高度當然更不用講 圍牆本來就是把它圍在裡面 可是我們就講就是說 當他開始部署這些所謂的 那個防禦飛彈之後 其實不是飛彈 因為周邊還有非常多的雷達系統 據稱就是他方圓一百公里裡面 最少有三百套的防空雷達 鎖著那個克林姆林宮的上空 那一百公里的概念是什麼 你知道大概整個莫斯科都包在裡面 所以那個無人機 第一個從哪邊起飛的不知道 第二個他到底飛了多久 都沒人看到 所以你可以其實以這個克林姆林宮來講 他每一個的這個高樓 就像美國白宮 你如果去看那個電影去炸白宮也是一樣 他基本上在上面 都一定都有配屬 最簡單都會有機槍 那或者是什麼 像現在大家都會知道就是說 我可能要把這個所謂的 這個禁射武器 包含到這個打飛機的或幹嘛的 通通都部署到上面去 所以我們進來看 其實以這種所謂古老建築物裡面 它有非常多的東西 叫做什麼 地道 過去被發現到 在莫斯科的這個城市裡面 有非常多那個小巷子 你如果這樣走走走走走走走 抱歉 失落 我們一般認為死路應該是有個圍牆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有個建築物擋出來 都不會建築物蓋在那裡 可是他們很多地方是轉進去之後發現到是一個鐵柵欄 是一個鐵門 頂頭都塞起來 而且旁邊都有監視器監視著 那大家會覺得說這個鐵門從來也沒打過 後來是怎樣你知道 後來是他們有一些這個 因為還是必須要做一些城市改造 有些都市更香或幹嘛 就當時他們在改建這個所謂的俄羅斯飯店的時候 居然發現到說 他們在那裡噴噴噴噴噴 發現地基一噴開以後 會說機關怎麼一個房間 走進去以後再發現到 就像畫面下面講的 它裡面拍出來告訴你說 莫斯科下面其實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地下迷宮 有點像是什麼你知道 亞素鋼鐵場你知道嗎 它那下面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四通八達的一個廣場 而且它裡面有非常多的隧道 好 這裡面就被發現到 你知道過去其實他們曾經有人 就是我這邊走走走 因為老實講 那有些地道太久了你知道 幾百年前的 那這幾百年前的東西 你今天防禦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有人就講說 他其實是為了要在暫時的時候 能夠儘快的讓這些所謂指揮中樞可以疏通 所以居然發現到說 他們的這個地鐵系統裡面 在俄羅斯下面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神秘的地鐵二號線 我們一般來講 都會有講什麼地區到什麼地區 它沒有 那那個二號線基本上 就通向幾個地方 就是你的暫時的臨時指揮所 還有就是你的逃生的位置 還有包含到機場這些 那都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那個疏散掉 所以國外媒體有曾經報導說 它那個地鐵二號線沒有對外開放 它每一條列車線就只有四輛車 就是四個車廂 就是在官員跑掉 那問題就來自於是 克里姆林宮除了有這個所謂的 大人在裡面 有在大不大 我們老實講不知道 普丁幾個替身我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那問題就在於是 它難道裡面沒有值得 大家覺得應該保護的東西嗎 有 為什麼 其實俄羅斯的前身 我們就講蘇聯帝國 在更早之前 就大家最熟悉的叫砂皇時期 裡面老實講有非常多 他們覺得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物 其中最重要是裡面有七頂什麼 你知道七頂所謂的俄羅斯的皇冠 俄羅斯不是只有俄羅斯娃娃一個套一個 沒有 他們其實你像畫面上像畫面的這一個 這一個其實被人家講說 你就算我們以前講價值連成 不好意思 價值連可能要好幾成 因為它本身第一個除了有歷史意義之外 它上面所有整體的裝飾來講 你知道嗎 它整個那個皇冠重1.9公斤 可是1.9公斤裡面 它的那些珠寶那些東西 尤其它那個剛剛看到那個冠頂上面 有一個天鵝籠的那個尖石 你知道那個尖石就有382克 那你想想看我們現在要拿著 這款寶石 要看你幾顆啦 比較沒錢的 不好意思 都給你幾分那樣 那三百多克拉的這個東西 你到市面上面 你怎麼去做這個評價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其實對於這個所謂的俄羅斯來講 他要把這個克里姆林宮 保護成這個樣子 有很多一個意義是說 我裡面有很多的這個珍寶 或什麼 如果真的給我們放棄 大家都像湯姆克魯斯這樣 要去哪裡去 我就沒有給你豆腐了 我的天鵝加